你说什么 你执意要手术 以前没出症状的时候 我还能骗骗自己不是个非人 现在症状越来越明显 我不能再自欺欺人了 我宁愿死在手术台上 都不想失去生活治疗 雨萱 你可能现在不知道 你的症状有多复杂 治疗手段交给我的医生 我相信他的专业 雨萱 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很害怕 也很迷茫 但你真的不能钻牛角角 我觉得你首先要跟家人坦白 他们的支持 没准给你起到很大的正向作用 其次就是告诉一航 虽然你们现在没确定关系 但我相信他的陪伴 能让你变得更勇敢 一航 我已经跟他说过一次再见了 告别一次就够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跟医生都很清楚 我能活下来的几率很小 如果在手术过程中 我能死掉 那还算是好事了 万一我要是贪了瞎了 一航怎么办 你现在就算不告诉他 你术后出现并发症 他一样会治疗 不会 我会签署拒绝抢救文件 要不然生好好地活 要不然死 谁都不拖累 我跟你说过 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多余的人 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雨萱 师父 我一定要跟你吃饱 走一下人 别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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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航 一航 听我解释啊 一航 不是 你想着 把你当成兄弟 你居然偷我这个人 不是这样的 孙一航 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 对 我幼稚 你心里成熟了是吧 你俩多般配啊 完美 一航 叶朗 别准了 我 有 有 我 有 感谢观看